越是这种小孩 他读成功学的书越多 他越幻想自己这个 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对现在不满意 至少我知道不干什么 对 我知道 对这个不是 这不满意 可是我自己的体会 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很苦的 很逆反的干了三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你开窍了 你发现你爱上这个事了 那这种呢 你就失去了这种机会 那种道理 我觉得现在很难 对不起 我觉得很难像年轻人说得通 这个情况就跟 比如我认识一些 日本的那些师傅 无论是做厨房的 或者是做工匠的 跟他们聊也常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 一个做编金属网的一个人 他就说 这个东西没有十年 没法读到一面 那现在怎么招学徒呢 那现在好像说 匠人这个行业很流行 在日本也是 很红火 很有魅力 很多人来学 但没办法 学不了 因为你完全见不到 那个终点在什么地方 你困在这 然后你跟他说 这个东西要干几年 你会感受到什么乐趣 干几年之后 你会到什么 他怎么等 等不及 对 因为那个六哥这个脸 总让我想起一个字 人 所以我想问问六哥 你提倡不提倡 让年轻人忍 我们看过很多这种 忍辱福重的故事 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 而卑微的活着 对吧 很多励志故事 都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 我其实不太赞成忍 但是呢 其实最怕的不是忍 而是年轻人 不知道要什么 还有一个 咱们刚才说 很多年轻人 被成功学生毒害 另外一个 我也说不上毒害 就是被影响吧 就是这种游戏 一个人玩游戏多了 他老有那种replay的心理 就是大不了我再来一排 但其实人生真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 玩游戏多的人 他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种行为方式 会有这种 快速移动 快速变换 我真的就觉得 就是你看我 我死了还有一命 我们亲戚家有个小孩 就是整天玩游戏的那种 后来我就发现 他我开车 他坐在我旁边 我就发现他一点 他对于 他这个视线 对于所有动的东西 都非常敏感 他甚至让我想起 我看一个动物纪录片 说那个鹰 那个鹰 往下扑的时候 其实兔子 要是聪明的话 别动 因为鹰的眼睛 对于静止的东西 他不敏感 只有你一跑啊 蛇也是 高度近视 但是你一动 砰一下子 就是我就觉得 他们就是这种 啪啪啪 这种快速移动 对而且我觉得 我们现在 我觉得不只是 六哥说的 这个成功学 有一些 因为尤其生活 在北上广 北上广深 这种地方 其实你离财富故事 是非常非常近的 就他不是在书里面 看到的 他不是在报纸上面 看到 活生生在你身边 活生生在朋友圈看到 所以你说我们去 耻笑微商 说今天就提了一个 马沙拉蒂 明天就提了一个 什么车 那你看到 你确实是 这种别人的 快速的 这个对 跟财富的接近 这东西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原来这种东西 其实不会刺激到你 你听说 谁家的小孩 怎么样 你总觉得 这个东西是听说 很遥远 现在直接可以看到 别人开好车的照片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 年轻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 就快速 直接的一个刺激 觉得我不停地要换 虽然我要换到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觉得我要变 不变就死了 并且我觉得 这个年轻人分成两种 一种是 就是蒋方舟这样的 清华北大 这种名校的年轻人 还有大部分是那种 二本三本 是四本的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那种 就是那种悲剧感 或者那种 宿命感 他更 你说他就认命嘛 那搁我我也不愿意 但他不认命 的确那种上升的空间 机会又很少 我们读库有就是 有一个老师 他就是这种三本的 一个老师 他写过很多 他的学生 你看着真的 每个人都 那种挣扎 远远不是北大 清华学生 能体会到的 他的那个 专题的名字 就叫 《非走不可的弯路》 我想这《非走不可的弯路》 可能就包括这种 屡屡的跳槽 或者这种 一世在世 这种 对 我记得这个六哥有个观点挺有意思的 就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没有 有破产的公司 没有倒闭的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 因为 就是这是 比我们那个年代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 这年头无论如何 饿不死人了 对吧 无论如何也不会 这个社会还是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们那个年代是 你是想自由选择 选择都不可能 想走走不了 对 现在 所以我认为这是 现在这个 一个人 不管他可能 被七零鸡汤给弄得 亢奋起来了 还是被成功学 弄得自己特委屈 觉得自己不应该 属于这样的命运 还是一个人 他专心致志的 相信了 一万小时定律 他就真的积累五年 积累十年 都可以 他怎么着都能活 我说其实就是 到哪个山 唱哪个歌啊 为什么 就是今天的 就是我觉得 他有些孩子 就像你们说的这个成功学啊 他是觉得我看见那个谁了 哪个富二代了 我就觉得 我怎么不能像 凭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 你说这样 我觉得人你快乐不了的 一辈子怎么 但是说真的 在你想这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优秀的普通人 这个词组 在我们的这个 是矛盾的 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 对吧 那会儿 他的想法 普通人又怎么是优秀的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优秀的人 就是刚刚 我觉得就是刚刚 文道老师说的 就是现在社会 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事 在什么地方 被谁看到 就是说我们好像看似 我们的 因为你有社交网络 有怎么样 我们都是说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展现给别人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你生活当中 无意当中那些细节 或者是诱发 你转变的一些点 恰恰是 你在不被注意到的人 你莫名其妙的 被谁看到了 你像我这个职业生涯 就是因为 封总当时看了 就是那个杂志社的 封一诚 看了一期我的节目 然后就觉得 我们去采访一下他吧 采访一下他之后 就觉得 那你到我们这来工作吧 工作啊 就是说你当副主编吧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所以就是你不被看到的 以及你不被注意到的 你甚至是没有目的性的工作 你的这些细节 可能恰恰是促成 你人生转变的最大的转变 其实我还想提醒 现在年轻的一点的就是 其实我们 从中学到大学 所受的教育并不好 对 甚至很多教育和他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职业要求 和他的职业训练 甚至是相背的 所以一个年轻人 要拿出足够大的勇气 来洗白自己 就要把大学和中学 养成了一些观念 养成了一些习惯 还要给干掉 比如说呢 我觉得 就是一个人如何 如何工作 对吧 可能大学都没有教过 没错 如何和同事相处 对 如何表达你的 如何表达你的意思 如何 这个 听懂别人的意思 就这是最基本的 大学都没有教过 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 比如说我香港 北京两边跑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这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 大家都很亲的 都是大学毕业 我们这里出来大学刚毕业的孩子往往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马上进入职场 你会觉得他还要花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从来没学懂过到底什么叫工作 用什么态度应对工作 这个点让我很惊讶 对 而且就是反倒我 而且甚至我觉得从一点可以触类旁通 就是一切就是你讲这个优秀的普通人 我觉得人类社会当中有一类人叫做有个性的 对吧 他们不寻常规 我们也觉得他很可爱 天重其才 天重其才 或者不拘小节 这种我也很喜欢 我的很多朋友是这种 但好像这种摔跤的可能性也大 就一般来说 我就觉得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 一个人工作上你靠谱 然后其实就是对人负责任 你就像方舟说的 不是你有意表现的 就是你已经成了习惯 这就是你对人对事 你工作也是如此 甚至到最后 你交往朋友 你跟朋友交往 也许你没有那么大的个性 但是长此以往 朋友觉得这个人对我有信用 这个人为我负责任 这个人替我想的周到 知冷知热 知寒知暖 照顾朋友的心 你如此做人做下去 我认为你不必想多大的理想 你社会中也会有朋友圈 你工作中不应该很差 对吧 因为这种人我觉得不多呀 太少了 是吧 这种就是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 不是说非得排马屁 非得那个才叫好员工 对他做得很自尊 很体面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吧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就很好了 对 所以这六哥的这个 尽管你在三线的城市 但你要想想 你是不是第一线的人呢 对吧 谢谢 谢谢六哥 谢谢六哥 Thank you minute 谢谢